丟脸 不堪论文设造假 教掌尽挂名 我的态度是这个真的是令人非常遗憾 毗东教育大学已离职副教授陈振远 涉嫌找到不同的别名和电影账号 在系统中登陆为不同学者 让人头帮他护航 便寻自己的论文自己审 国际期刊的总编辑去年初 发现130个问题账号 要求回函确认 结果都没回音 周二撤销60篇相关论文 成为国际学术丑闻 陈振远基本我不认识 我知道陈振远有一个双胞胎的兄弟 我甚至不知道是哥哥还弟弟 在撤销论文的作者名单内 教育部长蒋伟宁也名列其中 蒋伟宁说陈振远是他的学生 一直维持合作 而陈振远又和哥哥陈振远合作 很多论文共同剧名发表 陈振远被列名其中 并未经过蒋伟宁同意 这五篇文章是我们实实在在 学生的论文完整出来的paper 但学姐同批 若论文内容严禁 为何还需要在审稿过程作假 故意将为您停止接受调查 等我新闻丢脸丢到国外 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